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那个残缺的尸块有的时候找不到在断壁残缘中夹在里面你找不到 而且有时候那是心理建设事后还要心理辅导的对不对 他们视频有讲啊 你看到因为你知道这个当现场的味道 比如湿臭味或者是这个汽油烧焦的味道 还有整个机械这些味道混在一起 那是一种很恐怖的那个味道 可是往往你知道苍蝇引来很多苍蝇 因为尸体嘛 引来很多苍蝇 他们会由苍蝇来带领他们 因为他们就看到苍蝇飞到一个地方去 在断壁残缘中他们会找到了 哇 那怎么会看到是一颗心脏 这太可怕了 怎么会有人看到一个心脏 然后这苍蝇飞飞飞就看到有一些肠子 这些士兵他其实是靠这些苍蝇在指引 在找这些尸块 那你说这些士兵在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 他怎么吃得下东西 所以他当午饭便当如果是卤肉饭什么排骨便当 他根本是食不下咽的 他没有办法吃的 所以士兵在救援过程中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刚刚还有讲说 其实讲到士兵 那这里面也做了一个士兵 杨景祥 这次罹难者有一位士兵 他是为什么呢 他的父亲就很悲愤 因为这个士兵马上就退伍了 马上就退伍了 他是要去澎湖拿退伍令 要去部队拿退伍令 那这个爸爸就说 你们为什么拿退伍令有这么紧急吗 只有几天退伍了 他本来搭了一个飞机 结果飞机时间也不对 因为就改了这一班 所以父亲就一直去吵说 为什么退伍令这么严重 但我想父亲丧失而死 太难过了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 就是大家记得有两个法国的女生 两个法国人 使习见习生 对 结果这次呢 在现场就出现了一个女生 用英文讲说 他说他是上帝派来的使者 他要去抚摸这两个 这个两个法国女生 可能会让他们死而复生 有上帝的力量 可是因为他讲的 言之凿凿是用英文讲的 可是我们的这个 他是谁啊 他不知道哪来的 他是一个不知名的人 不知名的人 就算他是上帝派来的 要去安抚这两个 也不是台湾人 不知 对 不知道哪里的 就后来他们救援单位 还有我们高雄的地检署的 就认为他可能是有点来乱的 就没有让他进到灵堂去认识 或去看尸体 所以等于这些状况 有很多很多的情形 都是大家 其实惨不忍睹的一些情形 听到这边 我想Case应该是 心有戚戚焉老 那其实包括你在执情的过程当中 你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是说 我们大家 其实都会有一些迷思 包括说什么飞机被雷击中啊 什么鸟击都有可能 但是雷击是不可能的 其实雷击会发生 因为我自己以前很新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去驾驶舱 跟那个机长他们聊天啊 那有一次 我们也是在飞过 那个很大的风雨的时候 就哇 那个雷就在我们眼前这样打下来 然后那时候我就好害怕 我就问机长说 我们会不会被雷打到 他说当然有可能啊 我们平时每个 飞大概几万个小时 你可能会被击中一次 他说 那我就很怕 我说那万一被打到怎么办 我们会掉下去吗 他说你不用怕 因为现在飞机 飞机是金属的嘛 那他说那金属打到以后呢 他现在飞机 他都坐得非常的安全 那金属里面 他都有很好的两刀体 所以他可以引导他 就是那个雷的粒子 他会往机翼的地方 旁边散掉 那所以对乘客 在内舱的乘客里面 基本上不会有影响 所以你其实常常会看到 电影会这样拍 或者是很多乘客会分享 说好像 窗户上面有撒那个雷的光啊 可是其实真的是对客舱里面 还是不会有影响 那我不知道像空服员 是不是一天到晚都担心 会不会飞机怎么样 我觉得你说担心飞机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其实与其你说 担心飞机掉下来的几率 我比较常担心的是 我自己睡过头没有赶上飞机 也是一样 对 其实就是上班迟到 你想说飞机开走了之类的 可是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其实像这一类的状况 海上迫降也好 或者是像刚刚 很多人最近都在问啊 像这样子的状况 如果说我们陆地上的坠毁 好像看起来都是很大的事情 他们常常都会问说 那是不是在海上降落 会不会安全一些 会吗 可是其实我坦白讲哦 海上迫降跟陆上的迫降 其实我们的生存机率是一样的 对 因为你从那么高 对 你不管撞到什么东西 它那个重力加速度撞下去 都是一样的 而且海上迫降还有另外一个风险 以前我自己在受训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一年 进航空公司那一年 我们在受训期间最大的新闻 就是联合航空在哈德逊河上面迫降 那那个时候大家都在 刚好那一个礼拜 我正在做那个 就是逃生训练的训练 然后呢那时候教官就说 那迫降啊 大家就在讲啊 其实迫降最危险的不是下来以后 而是你下来以后谁来救你呢 因为一片汪洋人家找不到你 他没有办法快速地找到你 所以其实反正下来以后的生存 这个时间是最难的 而且要和时间赛跑 对 你和时间赛跑 因为太阳照 海水这样吹 那更不要提说事发的当天 其实外面风雨那么大 你真的就算飘在海上 你有多少机会是不会被淹死 那更不要说啦 如果说你已经鸡身破损了 下来那整架飞机掉到海里面去 他下头的拉力 很多人下来的时候 我相信可能受了伤 还没有还没有往生 可是受了伤 他不见得有意识 那如果你被拖到水里面 人抗不了那个水的拉力 他被拖到水里面 第一个就没有呼吸了 你怎么办 没有空气 你根本也不用逃出来啊 还有更多的空中惊魂 广州回来新闻娱乐通 中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